我们节目组相信的这位啊 不是 孙杨老师你咋的 慌一下呢 不好意思啊 我六号了 再来一遍 不是 我是永强啊 这么多年呢 你今天这是头一次食物 是不是遇着点啥事了 哎呀别提了姐 最近家里给我介绍过女孩 人家嫌我长得丑 我这心态都崩了 肤浅 怎么光能凭着一副皮囊定输营呢 太肤浅了 又说呀 在现在这个看脸的社会号 你一找对象 确实是 不占什么优势哈 但是老话说得好啊 你人长得漂亮 你不如活得漂亮 对不对 对 一点毛病没有 但是现实往往是咋呢 我们见到的绝大多数活得漂亮的 那都是因为长得漂亮 长得帅 哎呀妈 扎心了 乐天 其实吧 你们男人现在呢 也挺难的 真的 就拿审美来说吧 现在的女人呢 胖的叫丰满 瘦的呢 叫苗条 乖的呢 叫修长 矮的呢 叫玲珑 你再看看男人 胖的叫猪 瘦的叫猴 高的叫竹竿 矮的叫冬瓜 哎 不是动物就是植物 但现在呢 不光是我们女人注重外表啊 就比如说今天来咱们这乡亲的 这位正海 哎呀妈呀 你看话不多 那家伙心里头老有树了 就喜欢漂亮的 叔叔 叔叔 你好叔叔 等好久了吗 半年了 半年了 那咱走吧 来 叔叔你走那么快干啥 等会我们呢 怕路 怕啥 哪个路 你怕在小区里头那个邻居看见呢 哎呀 想的还挺多呢 相亲主角 郑海 56岁 文化宣传 月收入1万元 李懿 对演员有极高的要求 到家里回来 就这 就这么大个面 没有我们看看 这个是房 是一室的 是不是一室一厅呢 对吧 就是回前的时候要的小三女儿 要不这个回前的房 咱说实在也住不了 然后呢 但是楼上楼下都有规格了 他都住两个人 我先说你现在自己住 这么样的面也够住了 对挺好的 是不是 看看你屋里呗 看看屋里 哎呦 我乱闹闹闹闹 一般说乱闹闹 其实进去肯定是可逼着了 这衣服为啥 就没有衣柜是不是 这是衣柜 对 我经常刮外套 不穿的我就放起来 经常穿的刮外套 对 叔叔我一般到家 有的我都愿意看看窝室 看看厨房 我觉得就能体现出的 一个人能看出来 他平时的一些生活情况 咱们买的啥 这厨房也挺大的吧 那还实在 今天早上自己吃的啥 早上在早餐 锅里啥没有 锅里没有 在早餐吃的是不是 对 这平时的咸鸭蛋和咸的 我感觉吃的挺简单的 自己一个人吃的简单 资本还有什么吃点 这个 自己的咸鸭 算钱了 买个辣碗菜了 都早餐有时候吃 郑海离婚已经十多年了 对于过去的经历 他只是用性格不合 四个字概括了那段婚姻 他之所以单身这么多年 都没有遇到对眼的那个人 是因为他觉得只有有钱了 才有资本找到自己得意的那种类型 现在他越收入过半 觉得有了经济基础以后 心里的底气也足了 这才考虑给自己找个伴 等待了十几年才出手 他喜欢的类型究竟是啥样呢 第一呢 善解人意 二呢 我不希望你有什么大的强势 你有工作呢 更好你没工作呢 我这方面呢 还有这个能力安排 是吧 首先就是 至少我能具备基础 今天基础我肯定具有 但是咱们不要去依赖去 但是我也希望 谁有难处 你得互相去多体谅 关系关怀 应该是从这个角度 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但是男人没有精英基础 在我心中找 没啥意思 叔叔家周小真 龙少 干啥呢 我都没问你那天忙活 你自己问他就行 他不如我做什么的 那也没有 这两个人忙的 因为叔叔吧 也是第一次这种形式的相机 其实他就想找一个 觉得人能本本分分 本本能过日子 互相牵手包容的 那也没问题 就行 对 相亲对象孙莹 52岁 目前待业 李颖和女儿一起生活 叔叔 阿姨来了 阿姨 孙莹 叔叔 正海 你好 进吧 进吧 阿姨 你好 这个壮一圈 再熟一熟一熟 好的 是不是进来叔叔家一趟 叔叔呢带着一起 转转 看看多是啥的 对 就是看一眼 这是叔叔的房间 叔叔阿姨想不想看看厨房什么的 叔叔自己做的什么腌的那个 叔叔说喜欢自己腌的 咸它呀什么的那些东西 挺老 是不是挺利索的 挺整洁的 不错了 阿姨可是做饭咋样了 你想饭 你想饭 没事那坐这歇会儿 你两个人都是第一次这种形式相亲 阿姨也是 她也是 你在上班呢还是退休呢 退休了52 退休我就在商场上班 就是给人卖卖服装啊什么的 然后这疫情二月份 就都在家呆了了 柜台也撤了 都卖得不好 真的是老多人下岗了 是吗 是吗 那你没有那个销售就都下岗了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啊 这就是说只能说这看演员吧 只能是这么说 条件现在基本上也都是 普通家庭 有个房子 退休务务 阿姨您一说那个有演员 您觉得叔叔看叔叔有没有演员 挺好的 最码不胖 我不喜欢那种大胖子 我还行的 到下才想起来 哎呀没问他干啥呢 就是没有演员 啊 第一点没有 嗯 他一进来就是 第一感觉 我就看就不行了 啊 那你想要的是演员是什么样的 我想要的演员 咱教练坊才实话实说 哈哈 那个气质各方面都不够 啊 你别看他52岁 嗯 就是我身边 那个50岁左右的 比他的优秀太多了 啊 就是说 跟我亲人我都 我不是说搞打朋友 就是好像很 上大 那种 就是有距离打开 对 怎么说那脊椎啊 什么 语调啊 嗯 都是 不管是从两个人的年龄 还是各方面条件的匹配程度来看 正海和孙莹还是很合适的 可两个人见面后 似乎对彼此都不打雷电 这可急坏了心眼 如果相亲都是简单的用第一眼来判定是否合适 未免有些草率 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 就是根据我们的经验 好多就是 可能是 呃 看外在觉得 我挺形容的 但是相处以后 他不一定能适合你 对 但是有的人呢可能觉得 我听演演员稍微差一点 但是我跟他聊完以后 我就觉得三观特别一样 特别合 真正实实在在的这个人怎么样 你得相处在以后 你看到本纸啊 本纸真的是很重要啊 对 有的人 你看你觉得 板板那一坐了 打个关枪说 这时候那个 那不办实事有啥用啊 是不是 这不就是这样的事 过日子也是一样 然后这个孙子就是旅游了 玩了 好像现在老年都是这样的事 比如说是祖国 全世界我都差不多走很多地方了 全中国基本上走遍了 当然了 另一半人再找呢 他可能没去过 我也陪他去 性格一定要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见 但是主见呢 两个人可以相互的商量着来吧 他跟刚才说那个观点 我也挺赞成的 这么多年我就上过江澳 我上过台湾 我上过韩国 我哪有没有去 以前的经济基础 叔叔觉得不允许 因为叔叔 他是那种 比较那个得傻的那种 他就觉得 我月收入 如果没上外 以前 我可能不考虑这个个人问题 因为我觉得不能给对方更好 的生活 可能是不能承担那个 男人的那个责任 你比方说 那个 咱们就先收好老科 那我一天 一二百万元的生活费 不想玩 旅游呢 我也希望旅游 我为了来年 我2021年 以后就开始 没事 每天也去处理旅游 跟你的理想性有差距吗 有一些差距 真是真话 他有点目守成规的那种吧 嗯 嗯 自以为是吧 哈哈哈哈 其实五十岁以上的女人 是最难找的人 我好像觉得 才把这个说这话 好像不太合适 我一听了 他是在上海市 打头尾上的 我今天我一点都不满 他不是乱夫妇 很显然 郑海觉得孙莹从外在长相 到内在气质 都达不到他心里的标准 原本两个儿的相亲气氛 就已经有些尴尬了 没想到接下来郑海的一番花 那可真是一点都不客气啊 他说的也对 你得别演员 是吧 嗯 这是第一点 肯定是这样 那您到底对阿姨有没有演员 只能当朋友 啊 比较客套 没事儿 你就是直接说的啥事就这样 是 只能是当朋友 相称可以 那你喜欢的那种 是要一看见是啥样的 就您觉得要有演员是啥样 你更得意啥样的 因为在身高上我是第一个 身高得多高 身高总是在六二以上 阿姨您多高啊 我没有那么高 年轻的时候指定是要个高了 漂亮了 是不是 男人嘛我有能力 我要找个个高 找个漂亮的 但你没有能力的情况下 你咱们丑八怪 他也不愿嫁 对不对 正儿就是这样的事 但你当岁数大的时候呢 你要说还想要一个 我要个高 我要个漂亮的 你这审美观点 你到岁数大了 你不知道你要求的是什么 你就是你不知道你要啥了 你还是在偏鬼走道 我就跟你说 孙莹这回算是明白了 郑海最在意的 根本不是你会不会过日子 他最看重的是外表 虽然自己不符合郑海的择偶标准 但这该说的话不能不说 为什么说我这么多年没有找 就是没有合适的 说句心里话 你觉得这个人可能也不错 但是说相处下来不行 文人处事还是不行 先处事都做不好 再看啥都没有用 你就是看他多美多好 之后你也是看得老恶心的 他也是很高强硬的人 因为他不是太多军的人 虽然是我身高不好 但他有他的优点 阿姨说的好多话 你还都挺认可的是不是 是做一个他的经历和他的体现 但是即使是你觉得三观或者想法什么的 挺一样挺相似 但是这一块还差一点 对于演员这一块 因为当时我问了他两次 他好像也挺勉强的 可以做朋友 你当时心里是咋想的 不合适 真是不合适 第一是身高不合适 第二是他的心境太多 就是我想要的绝对不是这样 那你想要的 我想要的就是身高知书达理 能跟你的形象的差不多 哎妈不行了 哎我这心呢 真的看到这我都有点来气了 他俩没想成你生啥气你 你说 这郑海大哥说话气不气人呢 嫌人的个子矮 长得不行 气质不行 还说人家是打扫卫生的 有没有这么唠壳的 有没有这么说话的呀 我不反对 人家有自己的择偶标准 但你不能对人家人身攻击呀 啊 这就不爷们了吧 话说回来啊 咱该介绍还得给介绍 我听欣言说了 郑海大哥呢 觉得能配得上自己的另一半呢 那得是个头高一点的 长得白净一点的 气质好一点的 身材美一点的 年龄比他小一点的 小十岁左右的 这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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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来的 那可不是一行半点啊 反正按照郑海的择偶标准呢 我们真是可以找不出了 行不行 那就看他俩的了吧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又漂亮了 带那个弟媳一起来了 你好 你好 总是在姐的那个朋友圈里头看见你 那就一起去呗 现在这个是不是经历过几段感情以后 也知道自己想找一个啥样 明确不 明确 绝对明确 啥样呢 找一个有责任性 人品好的 能够至今是一个日子的 相亲对象 何丽敏 46岁 离异无子女 月收入千元 有房无负担 叔叔呢 姐 人呢 你看 何丽敏 正好叔叔 这一个是他的弟妹 然后跟着一起来的 因为姐自己开车有点不太敢 就换个鞋吧 换鞋进来 不方便拖是不是 叔叔拖鞋够不够 可以拖鞋够不够 能够够够够够呗 这么多兑湿 姐你多高 我不是谐间两个姨盟为68 叔叔这身踏买一波 身踏挺不錯的 叔叔之前跟我说的 身高要求要高一点 初一次第一次 有这种形式 对清分�2 又到我自己家了 感觉都不好意思 先介绍一下 简单的介绍一下 因为我 反正这个家是我自己的独立房子 工作是在一家文化创业 做一个资本运营和最方公司 那你是现在退休的还是上班的 我去年弄了一个手机 之前一直是卖手机了 后来自己载浓腾的话 弄一手机垫 因为疫情不好 我把手机垫就光了 退出去了 我们现在在铁路 总是在上班 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我爱好就是女 然后天天医院 然后再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吧 就是要不就没二手摘在家里 你一定只有标准 一般你的什么要求 我的要求就是 其实按现在说是按我的说比较简单 但是能达到好像是稍微难的 有点难入 有责任心的 然后人品好一点吧 能够真心实力过家的吧 嗯 嗯 叔叔觉得自己符不符合 太了解了吧 不是 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有担当 有责任感的那种 三观很正的男人 我是趣的 嗯 就你总那个说演员 你觉得监督姐演员咋样 还行不行 嗯 我的地方你们说实话 我刚才没太好意思刺激他 我觉得应该一米七五以上吧 嗯 然后各方面 把综合素质吧 可能都要过得去 所以说 对大哥好像是 眼光有点高 身高和年龄 嗯 这不是问题 嗯 但是呢 从他的外向 他一点都不符合他的年龄 嗯 知道吗 我以为他是七零年 嗯 他比他七零年多老 嗯 我是三年规划 我可能我有目标 我能真是千万的意思 嗯 那假如我跟这种人 要是在一起的话 他第一不带三 可能破产 嗯 就是让你作为一个 不管是成功人 和不成功人 他首先 经历过的人生这个哲理的时候 他 有很多思维他要考虑的 郑海认为 按照自己未来三年的规划 他觉得何利敏的外表 根本不符合自己对另一半的要求 能够自信的说出如此猴狠的话 看来实力不容小去欲 现在郑海的经济能力到底啥样呢 因为那个叔叔呢 说虽然他现在挣得多 但是他 呃 要每年可能给这小外孙女啊 要 投一些什么 几万块钱的保险啊 或者给自己啊 给姑娘啊 就是 就是 都是这些的 我是觉得 怎么说呢 我现在能算班的时候吧 我就肯定会自己努力地去乘班 自己赚钱 也够自己花 然后我要是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 累了 就像去年手机要退出去了 我就累了 我就想歇一歇 然后我也想出去走一走 看一看 我那个叔叔想玩的时候 希望有人支持呗 就是从各方面支持呗 经济上 从各方面 精神上呗 都支持呗 出去玩一玩 留着留着 怎么喝呢 最起码都是说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 才能无缘交错啊 生活的一场开销 都得麻烦成了 那不都会让我 挣钱两家吗 嗯 嗯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 贴行离遇 不但是说 两个人真 有的缘分的话 这都是小事 永远 永远就是 太正常了 是不是 就是你给家里人 孩子呀 这些 就每年的 办这些保险 什么的 对 我花的 收入了多少 嗯 会花去你整个收入的多少 会一大半吗 嗯 占一半的 占一半 然后其他的 就那一部分 就留着自己的生活开销 对 挣多挣少的 嗯 都不重要 这是关键 嗯 这个抽烟喝酒呢 我不会 我都不会 嗯 哪怕呢 因为毕竟男人在外面有应酬 你可以少喝 但你不能喝大酒 或者那种喝完了 就特别凶的 然后喝到家里就闹的那个 啥就疯 那个对我绝对不接受 别下事 三五个朋友 七天凑到一起 要愿意打个麻将 打个胡椒 我都不介意 但是要大酒喝 那就是不行 嗯 他总是赌不起 没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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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分眼酒给一块儿啊 他在 他妹妹已经提到这问题 也就是说 他这个抽烟不行 每天一包饭 我最讨厌男人说的一句话 我没钱 有钱没钱 我不用你说啊 因为我男人嘛 你要一定要承担起你这个责任 你看这个人就是人这话 做人这话嘛 你要一说没钱 我就心里说一实话啊 有点打枪我外瞧不起 他已经收到了 就是南方油盐 采米 这都是男人必须买的 其实这都是小事 其实你要有一种格局的话 最许你都不用说 嗯 是吧 嗯 也不知道郑海和何利民 是第一眼就插在了演员上 还是两个人 谈到对未来的想法时 真的是差距太大 总之 从头到尾 他们对彼此就没有啥特别的好感 这个年龄在相亲 对于他们来说 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演员在你看来 重要吗 排第几位 首要的 演员啊 演员应该是放在第一位 就像那个一见钟情去的时候 一见钟情那种 你觉得这一年龄 还能找到一件事情吗 有一样的 实际是一样的 总的也觉得我应该找到 运气左右的吧 嗯 但是 现在就是 随着就是 一天天年龄进长嘛 无所谓了 身高这块都无所谓了 嗯 然后剩下年龄这块嘛 无所谓 嗯 挺标准的 挺具体的呀 嗯 嗯 你觉得在你看来 演员重要吗 其实我觉得挺重要 嗯 因为如果 而是第一眼喜欢的话 我可能会 以后会 后续我会 心里好 应该是很舒服吧 嗯 但是演员 第一眼员 如果要是一巴的话 可能会后续要看人 同一块相处吧 如果要舒服 我会觉得应该演员能挺 嗯 嗯 嗯 最主要是什么呢 嗯 她的面相 嗯 不带财 因为不带财的原因 啥呢 你看她两个鼻子很一样 是这样的 通天 是啥呢 没有财力 那应该是啥样的 你说啊 嗯 你喜欢她那个鼻子长的 应该是啥样的 应该是正常人的 鼻子 她和鼻子不一样 嗯 我学过多少一段面相 因为不带财 破财 嗯 就是百分之二百 嗯 因为她没有那个 就是 慈善的那一面 让我一点都看不到 她 口 鼻 眼都不赞 那冒书的那种面相 是啥呀 就是一种慈善 我不知道 就像你这个 你爸 你就是带一个慈善的面相 你知道吗 那您觉得您的这个面相 是带财的吗 第一 我有财运 第二 我是一个慈善的人 嗯 这是百分之二百 你知道吗 嗯 其实说实话 我有一种想说 你先看看自己的颜值 你看别人的颜值 就是说你先看看自己 嗯 对吧 你看看自己的颜值 你要是能够得上的时候 然后你 在要求别人 对啊 在要求别人 是不是有点打击人 哈哈哈哈 哈哈 这个明确的说的话 他是不是你想要继续交往结束对象 不是 不合适 我觉得我不合适 嗯 从状态到心态 再在外貌 嗯 就是说实话 我们俩都不太合适 嗯 就是你自己忙的第一演员 嗯 咱得说也得差不多 差不多 在你的啥样说差不多 你现在这个说 我找一个相差十岁左右的 我可以这么聊 我不具备这个经历基础的话 我不可能去找 嗯 我首先肯定这么考虑 唉 这样的结果呀 我是喜悠参半的 我替何立民感到庆幸 因为看完他俩相亲呢 咱就能判断出 俩人不合适 郑海这个类型呢 绝对不符合 何立民的择偶标准 但同时呢 我也替郑海大哥担忧 你可长点心吧 你说你这么下去啊 你能找到对的那个人吗 追求漂亮的外表 可以理解 但咱得适可而止吧 再说了 那漂亮的女孩 能不能低眼就相容你呀 就算你实现了三年赚一千万的目标 那不也得正常的过日子吗 日子是自己的 不是给别人看的 人的心里美才最重要 希望你能好好的琢磨琢磨我说的话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吧 谢谢大家